太平区的136线道是热门的旅游路线 信许多民众上山聚会 但在福利项的路口 因为路幅狭小又有转弯死角 容易造成车祸 影响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希望能够有红绿灯来维持交通秩序 当地民代几乎成情 这天来到现场办理会刊与说明会 预计在4月底可以把红绿灯设置完成 等待用电程序申请完成后就能够启用 太平区的136线道车辆往来频繁 是近期热门的旅游路线 但其中福利项口路幅狭小 又有转弯死角 容易造成车祸 居民都希望这里能有红绿灯 来维持交通秩序 我们在这大路要外来 我们这福利项算是气氛不好 一些老大人的发现比较慢 眼睛看着没有很危险 最近136线很多的民众都喜欢 到这边观光旅游 那也有一些就是改装车辆 来这边飙车 那选项还生 那经厂这一边也会造成这个车祸 明代接获成型 历经将近一年的规划与设计 这天来到现场办理会刊与说明会 邀请居民对红绿灯的设计提出意见 希望能设置出符合居民习惯 与保障生命安全的交通号制 这是我们的头边坑的第三个红绿灯 希望能够让这边因为本来太平就有山路 山路就是弯弯翘翘 本来就是已经弯弯曲曲了 再加上有一些比较斜坡的 所以其实行车安全上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今天来这边做说明会 然后也跟里长来确认整个岗位的位置 那后续我们会赶快来做施工的申请 跟施工的动作 预计应该是4月底之前会完成施工 后续会再跟台电做用电的申请 用白西化出好指灯杆的预定点 并来回勘察确认红绿灯的最佳位置 预计可在4月底完工 台中市交通局强调 市政府非常重视136线道的交通情形 希望透过红绿灯的设置 能加强这里的速度管理 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导